哈哈 來了 我的媽啊 你好 我是史宗康 鬼影來去五影中 燈火明滅起陰風 又到了禮拜一的鬼燈獎了 前一陣子有一位公車司機 在開公車的時候呢 不知道在興奮什麼 開著開著就跟乘客講說 這段路很多抓交替的 然後 不是會投訴他 不是你投訴他 那這個在這邊呼籲 講鬼故事請選擇 好的實地 不要興奮的亂講 但是呢 我們節目 要給各位報告一個新的活動 來 我們愛我的媽呢 搞什麼鬼故事 好養眼 鬼故事大賽 在5月1號到5月31號中間會舉辦 就是請你把你自己講鬼故事的影片 上傳到我們這個匹克幫 然後我告訴你們喔 第一名最高的獎金是 兩萬塊錢 好不錯喔 詳情請唱匹克幫 我在這邊不要講那麼多了 好的 馬上公布 我們這個上一個活動第5組 耳機的得主 他這位是叫做 啊 Johnny Young Johnny Young 楊強尼 楊強尼寫的是 鬼電梯傳來聲音 燈火影被誰摧襲 講座碑零空飛起 還魂夜敲門別離 好 有你這個 有你這個詩我們就知道 你的生活實在是非常恐怖啊 遇到這麼多恐怖的聲音 恭喜你 由於你這麼恐怖的生活呢 你得到了我們的藍牙耳機 恭喜恭喜 恭喜 好 馬上進行我們今天的第一則 暖身影片 請看 請看左上角 看到沒有 來了 怎麼動啊 左上角 怎麼動啊 天啊 好不舒服 有一個 他飄出來 我幹嘛要來啊 怎麼解釋呢 好可怕啊 他就是 他在彈吉他 有一個很很 他的歌迷啊 不是啦 不要亂講 可能 感興趣看他的台子 對 上學了 很想要學一下 對 好 馬上進行我們今天的鬼燈獎 成功已久的日式宿舍 機件恐怖畫面 讓張永華嚇呆了 一句玩笑話 讓敵人全身不對勁 太平衡對面的房間 究竟藏什麼秘密 一群年少青紅的大男生 這回真的撞見了阿飄 相機裡的畫面拍到了什麼 夜深了 趕快睡覺 千萬不要跑到教室探險 因為下場無法想像 鬼燈獎 我們馬上開獎 阿飄這個蘋果到底該不該吃呢 在台北市 小黃司機 最害怕 最驚慌的一個路段 莫過於辛亥路 辛亥路 有殯儀館 然後辛亥隧道 當年在鑿通的時候 因為那座山上有很多孤墳 有很多野墳 亂杖� 所以在鑿通這個隧道的時候 驚動了上面很多 很多過去的往生者 所以那條路來來往往 一直不斷都有恐怖的傳說 曾經也有人在颱風的夜晚裡面 因為雨水的沖刷 那屍體 活生生的屍體 從山坡整個滑下來 就滑在目擊者的腳下 就曾經發生過這種可怕的事情 那有一位小黃司機 他是菜鳥司機 那個小黃司機 剛開計程車開了一個多月 有一天這個小黃司機 開著開著不知不覺 就開到辛亥路這個路段來了 遠遠的看到一個大約40歲的 一個婦女 向她招手 那個婦女的臉色慘白 然後眼睛布滿血絲 靜德司機 覺得該不該載呢 因為這裡有傳說的這麼多 會不會載到鬼 會不會載到什麼不乾淨的東西 可是為了家庭的生計 沒有辦法呢 還是停下車來 那這個婦女呢 上車以後呢 也無聲無息 然後也不講話 那小黃司機問他說 小姐請問你要去哪裡 那這個小姐呢 有點那種沒有語調的說 直直走 再問他 到底要去哪裡 他還是說直直走 哇這個司機就覺得好可怕 盡量不要跟他講話好了 可能覺得這個東西 可能是怪怪的東西 就開開開 直直的開 接著呢 他右手在扶這個排檔桿的手呢 碰到一隻冰冷的手 原來是後面後座這個婦女呢 不曉得從哪裡拿出一顆蘋果 就伸到他前面來 先生 蘋果給你吃 哇這個小黃司機想說怎麼辦 要該不該吃呢 那不吃 萬一後面那個真的是什麼東西的話 會不會對他不禮貌 他在後面吸他的血 所以沒辦法情況之下 就拿起了蘋果 然後忐忑不安 咬下去 一咬下去之後呢 後面這個婦人呢 忍忍地說 我生前最喜歡吃蘋果 哇賽 這句話講出來可怕了 天啊 你生前最喜歡吃蘋果 那你不就是鬼嗎 哇 那怎麼辦 結果還好 後面這個婦女呢 馬上接了一句話就是說 我生完小孩以後呢 不知道怎麼樣呢 坐月子期間 就不那麼喜歡吃蘋果了 哇 這個實際想說還好 就誤會他了 原來生前 生小孩之前 生完小孩以後 生產之前 生產之前 那生完小孩以後呢 坐月子 有時候女生坐月子 體質會改變 就不喜歡吃蘋果了 好好好 就沒事 然後就往前看 然後那個後面的人說 欸 前面那個坐月子中心 停下來 然後就上了 那金龍司機呢 就心有餘悸 還說還好 可是想說 也有可能是鬼也不知道 但是也許是誤會人家的 那回去以後呢 就一直 一直有這個疙瘩在 那人在倒霉的時候呢 接二連三就會倒霉 過了三天以後呢 車又開到辛亥路附近 遠遠的就又看到同一個婦女 同樣的那個人 那三天前的那個可怕印象 一直在那位裡面 那個婦女跟她 她招手要攔車 那想說怎麼辦呢 算了還是停吧 還是在吧 因為自己不要疑心 聲岸鬼就對了 然後就停在她前面 也不敢多看她 因為多看她一眼呢 心裡面呢 就會起很大的一種 很怪異的一種磁場 然後只覺得說 算了趕快就把她再到前面 坐月子中心就對了 然後也不假思索 那個感覺到車門有打開 然後車子就開了 一直開 反正她知道地方嘛 就一直直直走 直直走 這次很奇怪 後面的女生呢 就一句話都不講了 那小房司機想說 她不跟我講話也是OK的啦 反正她應該知道我 我要載她去哪 目的地是哪裡 就開開開開開 開到座月子中心 停下來以後 怎麼也沒有動靜 也沒有對 後面也沒有要給錢的意思 她轉頭正要跟她講說 小姐到了 沒有人 只有一個娃娃 哎唷 娃娃 真的娃娃還講 一個女娃娃 就是一個女娃娃 那女娃娃那個表情還很可怕 然後眼睛還瞪著前面這樣子 那這下她認為 真的就是遇到 這是鬼嘛 三天前那個人也是鬼嘛 這不然怎麼會變 娃娃從頭到尾難怪 一直沒有聽到聲響 沒有人跟她講話 哇 一輕輕把娃娃 就丟棄在水溝裡面 然後就回家了 回家以後呢 整夜發高燒 生怪病 然後一直到早上吃吃無力 想說怎麼辦 應該沒辦法工作了 至少要休息一個禮拜 但是她這個車是車行的啊 所以要回去跟車行講一下 然後準備休息一個禮拜 就開車 開到車行 一到車行以後 車行老闆看到她 把她衝了一頓 車行老闆看到了什麼 竟過口答案 啊 啊 啊 要回去跟車行講一下 然後準備休息一個禮拜 好 就開車 好 開到車行 一到車行以後 車行老闆看到她 把她臭罵一頓 你搞什麼鬼啊 開什麼車 那司機說 我都被鬼嚇到 你還罵我 車行老闆說 你知不知道 一到早 有一個 注意之中心的婦女來投訴 投訴你說 人家昨天給你攔車 娃娃剛放上去 還來不及坐上去 你就把車子開走了 你還在半夜 在馬路上攔不到車 所以 平時不做虧心事 半夜依然鬼敲門 謝謝大家 在哪裡 坐好 什麼鬼故事啊 太厚了 你們去接 這些人是不是 你們是要在同時段開節目 一個一個來弄我們 馬國學也是這樣 OK 好來 請坐 深夜到教室探險的下場 因為在大學的時候啊 就是我們在日本 然後 聚集了各大大學 喜歡探討靈異 還有異世界 然後到一些 事件景點 還有一些靈異的 這個一些場景 或者是廢棄的學校 廢棄的醫院 我們結合了很多 這樣子喜好的 一些大學生 然後參加了一個 這樣子的一個社團 那這些社團的這些 這些團員呢 我們每一次聚集的時候 裡面的團員 他負責 就是會帶我們到曾經 他曾經發生過事情的地方 然後我們晚上會去探險 那有一次呢 有一個 裡面的一個學長 他是跟我同學校 這個學長 他帶我們去的時候 是在半夜 然後我們去的時候 他就在事情發現的 發生的那個地方 然後大家圍了一個圈圈 坐在中間 然後他把這個事情告訴我們 那在說的這個時候呢 因為這個學校是已經是廢棄的 當然是看不出有什麼樣的問題 那桌子呢 全部都往後面移 椅子 整個都是壓在他的那個桌子上面 然後堆成一堆在後面 那日本的小學是這樣 因為他可能希望就是通風很好 所以下面是一排窗戶 那如果說你要打開的話 他是可以這樣移動的 他是可以移動 那上面呢 這下面叫腳窗 在上面呢 還有一排通風的 通風的窗戶這樣子 然後他就開始跟我們講說 小時候就是幾個學生 然後拿著手電筒就進來了 進來了之後呢 就他們就在那邊開玩笑 在那邊就嘻嘻笑笑這樣子 突然間 因為很正常嘛 他們會覺得說 有可能是哪一個老師要來 然後大家很緊張 然後躲起來 就躲在那個椅子的下面 大家就在等 結果老師來了 走路 就經過 然後因為他從腳窗 是可以看得到的 然後就看到了一個女老師 為什麼是女老師 因為看到裙子 還有一雙高跟鞋走過來 高跟鞋是紅色的 裙子也是紅色的 然後走過來 慢慢的走走走 然後走到經過了 已經過了這個教室囉 然後他們就想說 應該沒有事了 然後想說要捏手捏腳的 再跑出來的時候 這個腳步停了 腳步聲停了 然後他們就注意的聽的時候 就發現 腳步聲仿佛是 再回頭 再往原來的 這個教室再走進過來 再走 再走 而且越走越快了 然後他們整個嚇傻了 來不及回頭 然後停在 因為停在中間 這個腳步也停在 他們的面前 因為你從腳窗 你可以看得到腳的行動 然後呢 他們忍不防的想要看一下 到底是什麼樣的老師 就從腳窗 往上面一看 看到的是 腰部以下 是紅色的裙子 腳上穿的是 紅色的高跟鞋 但是腰部以上 學長 什麼都沒有 那他們整個嚇傻了之後呢 往後倒退的時候 就發現 有另外的上半身 就掛在上面的窗戶 就這樣子看著他們 就這樣掛在上面 當學長講到這一個當下的時候 在我們後面的桌子跟椅子 全部就 砰的往下倒 那當然在現場的我們整個嚇傻了嘛 東西拿著拎著就走了 用跑的跑跑跑走 可是在那之後呢 我們回到了飯店 沒有一個人睡得著 沒有人睡得著 我們還是決定 大家要集合在一起 在那個通鋪上 然後我們 因為其實剛剛的情緒 大家都還沒有平復 可是我們還是假裝什麼事情 都沒有發生 然後我們就想說 那我們要講一些 大家比較輕鬆的 其他的鬼故事這樣 可是呢 當做好的時候 開始外面窗戶 就一直有 砰 砰 砰的聲音 然後不停的砰 然後就 我們就覺得很奇怪 到底又是怎麼回事 結果我們把窗戶打開 我們想要往下看的時候 學長跟我兩個人 親眼目睹 有人從上面往下跳 的那一瞬間 可是通常 大家應該知道 從上往下跳的自殺的這種行為 速度之快 我們根本看不到什麼 你只可能看到一個黑影 接下來就聽到 砰一聲 但是其實我跟學長 兩個眼睛 對到的是 那個跳下來的雙眼 跟他四目相接 就看他往下掉 然後我們整個很傻眼 當天晚上沒有一個人睡得著 馬上就到櫃台去問一下這個飯店 結果是因為這個飯店在過去呢 其實曾經有發生過火警 有整個燒掉過 那有很多人其實在上面 他來不及 他來不及就是讓人家救 他就往下跳了 那所以說其實 自殺的人 他是不停不停的在這邊輪回 是做一樣的事情 只要是八字比較輕的人 他其實可以一直重複的 看到一樣的景象 那個景象就被我們看到了 就是從上面往下跳的人 不停的跳 不停的跳 甚至 那一幕我到現在還沒有把他忘記 他的眼睛呢 是從這邊流著血 然後就這樣看著你 謝謝 天啊 請坐 不要動 天啊 太可怕了 請舉牌 一輩子都會記得 覺得婷婷比較恐怖 我也舉牌 請舉牌 一 二 三 先走 還在等 那邊啊 好 我要走 站回去 來 請你 相機裡的恐怖畫面 因為這件事情太清楚了 所以我時間點 我都記得 我記得非常清楚 大概就是在1998年 1998年 那時候因為一年級 所以大家就很興奮 大家想要交女朋友啊 或者是想要聯誼的 那天心血來潮 因為已經放暑假 所以大家就是 很老梗 抽鑰匙 那天有六個男生 但是只有五個女生 所以 那天就抽鑰匙抽一抽 所以就變成 五台機車上面 剛好 五台機車有兩個人 有一台是落單 那個時候 時間差不多是 半夜已經四點多 等於是四點到五點中間 那這個時間 後面很重要 要記得 那我的學校它在內湖 跟 那個 等於是 它在大直 所以我們只要 要去夜遊 我們選擇的地點 差不多通常就是陽明山 我那天選擇的是 晴天岡 那 我們從大直 要去晴天岡的路上 是必須要經過 智強隧道 那 在我們出發之前 我把我那個時候 買了新的數位相機 交給了我背後的那個女生 我跟他說 反正我們要出夜遊 你就隨便拍 反正現在數位相機 不用底片 也不用花錢去洗 你就盡量拍 隨便亂拍 那那個時候 我進智強隧道 我習慣性會看寒洞 第一個寒洞裡面 有一條紅色的絲巾 躺在地上 那因為其實 寒洞裡面常常會有垃圾 很亂 然後有一些東西 我也不以為意 第二個寒洞裡面 我記得很清楚 是一套紅色的衣服 也是躺在那個地方 但是不是說排很整齊 好像不是說有人特地去排 而是說可能有人 很像是人家 亂丟在那個裡面 然後第三個寒洞裡面 是一個香爐 那那個香爐 影響還看得到那個香正在燒 有在冒煙 但是因為騎車很快就過去 然後我從智強隧道 一行人出來 我是第一台車 我一出去的時候 突然間有一陣非常涼的風 而且很大 很大一下就是 有點像是你騎車遇到那個 陣風是會推你一下 所以你騎車一出隧道 突然間晃了一下 然後那陣風大概是夏天不會有的風 大概是冬天十幾度的風 那個瞬間你是整個人 全身都是騎雞皮疙瘩 在被那陣風吹到的時候 我的頭腦瞬間 有一點暈眩的感覺 然後我就看後照鏡 看是不是其他人有一樣的狀況 我就看 看起來大家好像也都還好 六台車看起來都還好 但是我一直覺得 最後面的那一台車怪怪的 它的車燈怪怪的 但是我也不以為 因為剛好有看大概是六台車 後來呢我們一行人 很開心的 就到了晴天剛 晴天剛是完全沒有燈 只有星星 那是完全是非常適合 年輕人在裡面夜遊 那我們就在裡面很開心啊 吶喊什麼的 就很青春這樣 最後我們 最重要的是我們最後到了一個 涼亭 那那個涼亭 大家印象中 今天剛剛有一個涼亭 那現在還在我不知道 但是它有一個涼亭 那涼亭差不多它的格局大概就是 四根紅色的柱子 然後上面是一個斜方的屋頂 那大家就全部都在裡面拍照 OK 第一張照片拍下去的時候 因為很暗所以用閃光燈 拍下去的時候 我看 數位相機看 每一個人的眼睛都是紅 但是很正常 因為我們大家都知道 用閃光燈的話 眼睛都會紅 那 那個時候 那個數位相機 沒有什麼紅眼的裝置 然後我們就又拍了第二張 還是紅 但是那個紅很奇怪 我仔細再看那個眼睛的紅 它是 比如說我們一群人在拍照 可能只有幾個人在紅 但是我們那幾張照片是 所有人的眼睛都是紅 然後它紅的狀態 不是只有眼珠反光是紅的 是說它連旁邊眼白的地方 都有蘊開一層紅色的 紅紅的東西 有點像血絲 然後我們就 後來我們就分批 比如說我們有五隊 還有一個落單 我們就五隊 每一隊去那邊比 一些好笑的姿勢拍照 然後就大家拍一連拍 因為數位相機不用底片 不用花錢 一直拍一直拍一直連拍 後來呢 就輪到落單的那個男生去拍 然後我們就 差不多了 然後我們就 一拍下去閃光 那一閃 然後那個鏡頭直接 鏡頭直接縮起來 然後直接關掉 整台相機關起來 然後怎麼樣打不開 然後後來大家一抬頭 看到那個男生 被落單的那個男生 他蹲在地上一直吐 一直吐 而且他吐的東西 不是我們晚餐吃的東西 他吐的東西很像是 我們喝完紅酒 然後喝了很多紅酒 吐的那種紫黑色的液體 一直吐在那個涼亭的正中 一直吐一直吐 那我們當然覺得不對勁 可能是因為天氣太冷 還可以晃到風還是怎麼樣 我們就趕快衝下山 沿路回去的時候 我就一直覺得後面 後照鏡看後面一直覺得怪怪的 但是我不敢回頭 我們就一直往回走 然後一進要回自強隧道 我們是要回到我們學校去解散 敬之強隧道 然後印象中 我剛剛講的第一個寒洞 如果是這樣子算過來的話 第一個寒 回去的第一個寒洞是香爐 第二個寒洞 是紅色的衣服 第三個寒洞 絲巾不見 那條絲巾不見 我一清二楚 那個寒洞是空的 完全是空的 但是我當下並沒有覺得 發生什麼事可能 因為距離很長 我也沒有看清楚 但是後來我回去 把大家都送走 我自己回到家再看照片的時候 因為我們連續拍了很多張照片 第一張照片 大家合照的時候 左上方 因為閃光燈閃下去的時候 紅色的柱子它會暈開 暈開兩條 兩條暈開這樣 但是左邊 左後方的那根柱子很奇怪 它那根柱子除了暈開之外 很整齊的暈開之外 它還有一點點突出來的 紅色的小東西 然後我再繼續往下看 越看越不對勁 那個紅色的小東西 越來越大 越來越大 然後我 後來我就在連拍連拍的時候 我發現 那個紅色的小東西 是一塊 是一條紅色的絲巾 而且那條紅色的絲巾 它是 你在連續 播放影片的時候 你 你播放照片的時候 它變成一段影片 它是用這樣的方式 它是這樣的方式 很像是有一個人拿著那個紅色巾 在搖 它好像是在說 掰掰 還是說來來來來 然後 當下我很緊張 我很害怕 後來越看到後面 那個紅色巾 就越來越接近攝影機 就在 就在快到攝影機之前 是我拍那個落單的男生 那個落單的男生 因為它會在吐 為什麼 因為我那個時候看 剛好那個紅色巾 在它的頭上 因為它那個絲巾 已經飄到它的頭上來 再來 它就是要慢慢 已經要接近我的相機 那個時候 我們就是當下 剛好很緊急的已經撤離了 所以就不覺得怎麼樣 那時候我就很緊張 然後我跟我朋友講 然後 他們說 我們大家都覺得說 一定是遇到 一定是事情 尤其是在 那個時間 為什麼我講說 那個時間點很重要 因為後來我們拿著那個相機去問 關於有些有通靈的人 他們說 在 尤其是在隧道 或是在一些磁場比較強的地方 在凌晨 早晨 太陽出來之前 那邊磁場是最恐怖的 所以我們那個時候 剛好是四點到五點的時候 通過自強隧道 而且我們拿著相機在拍照 後來 那台相機 我把所有的照片都刪掉 那 那 期末考結束之後 我跟我朋友就想說 我們還是 我們要不要 就是 大學生就是白目 嗯 想說是不是要再去探險一次 但是我們不敢晚上去 對 我們不敢晚上去 所以我們就是 差不多在下課時間的五點多 就是傍晚的時候去 也是再去晴天港 再去是那個人 然後 來啊 趕快拍照來啊拍啊 那個當下 好我就把那台相機再拿出來 相機打開 第一張 那個 那個 快門按下去 一閃 然後 相機一樣關起來 可是那台相機 我已經一年多 沒有再去過那個涼亭 中間用都沒有問題 一閃下去 那台相機直接關起來 而且它的畫面停留在 我剛拍的那個涼亭還有同學 而且那個 整個 那個螢幕是 呈現紅色 那個 是那個紅色的 好像是有紅色的沙 照在你的 那個鏡頭前面 拍下去 那台相機 我就留在那個當下 我就再也沒有辦法 把它帶走 後來那個 狂兔 被那個紅沙 照的那個同學 他轉學了 聽說他後來身體 一直都不太好 謝謝大家 好 請投票 覺得我們那個 秦天鋼驚魂祭 比較恐怖的 請舉牌 一 二 三 他是滿分耶 特別 厲害 來 請回座 請上座 謝謝 謝謝婷婷 太平間對面的恐怖房間 那時候今天有通告 他是發下午5點 然後在基隆的一個外景 那我就說 我不要接這個通告喔 就是只要有些晚上通告 在外面我不要接 然後他們就說 沒有啦 我們不是錄那個的啦 我們就是錄就是 像黃金傳奇的晚上版 聽起來又很健康喔 黃金傳奇晚上版 那時候OK好 然後結果那一天就 5點就到現場了 然後到現場之後 那製作人就跑過來 就說 一定我跟你講 他就給我兩個福 他說這個福呢 當你戴在身上 這福你都戴在身上 然後一個福你回到家之後 把它燒掉 然後喝一點 然後身上不會膨脹 我就說 阿你不是說 不會錄些什麼 有的沒有的 為什麼要有福 或是你 他還說要請了師傅來看這樣 我就說為什麼要這樣 他說阿沒有啦 你也知道我們出外景啊 就保平安嘛什麼的 然後想到也對阿 我們常常去拍戲的時候 要拜拜 我覺得也很正常 所以就很接受 結果那一天就等等等等 怎麼一直還不錄等等等等 然後過7點才開始錄 然後他在7點到 那天就啪就整個暗掉了 然後因為我們到那個地方去 其實我並沒有去問說 那是什麼地方 我沒有問說那個區域 然後就OK好吧 就7點就開始錄 結果那天錄的狀態 是我遇過 就是攝影師出最多問題的狀態 我們有兩台貝拉肯機器摔斷 就是那個貝拉肯上面那一個 看著那個桿子斷掉 然後攝影師摔倒什麼的 然後裡面都過什麼年 就已經有 他就設計了很多 就是一些鬼鬼怪怪的東西 可是其實都不恐怖啦 都還蠻好笑的這樣子 然後可是到最後一個 因為他就是在每個關卡裡面 你要找謎底 謎題 然後你尋了這個謎題 然後去找下一個關卡 就大家走走走走走 然後就這樣子 錄了到尾聲的時候 我們要到那個 最後寶藏箱那個關卡 其實我一進去那一個地方 我就不是很舒服了 就是他就是很像一個軍營 就是一個 該怎麼講 他就有點像 那個是一個半圓形 也很像寒冬那個樣子 然後遠遠就看到一個 他們就找一個假人 然後放在那邊 穿著軍裝 手上拿著一個寶藏箱 其實我一到那邊 我就非常不舒服 而且已經雙腿發軟 然後我一直很想吐 對然後但是 我就不想說就這樣子不錄 因為我們已經快完成 我就在五分鐘就錄完 我就可以回家了嘛 我就拼一下嘛 然後我說我們就好吧 然後我就撐住那個想吐的感覺 然後 打 就是把那個寶藏箱打開 然後到那個 他們就他們那個軍人 就找一個工作人員出來的軍裝 那起來就啊嚇我們一下 深夜裡是誰 哎唷我的媽啊 然後我說我們就好吧 然後我就撐住那個想吐的感覺 然後打 就是把那個寶藏箱打開 然後到那個他們就 就他們那個軍人 就找一個工作人員出來的軍裝 然後起來就啊嚇我們一下 可是那個 那個那個嚇人的工作人員 一點都不怕 是那個整個氛圍很恐怖 我錄完的時候 我就馬上大吐特吐 啪啪亂吐這樣 然後就好不舒服好不舒服 然後之後就 我就休息一下之後 錄完影了 然後剛好我朋友打電話給我 然後我朋友說 哎呀定義在幹嘛 我就說沒有 我剛剛錄了一個影就是 好不舒服就是 一直在吐 然後全身很鬆軟這樣子 然後因為我又自己開車 他說是喔 他說那你要不要來我家 我說你家那麼遠 他說沒有啊 他說欸你不是在基隆嗎 我現在搬到基隆 你來找我 我想說欸這樣好像也對 他說剛好我們就是他們 他新搬家 做一個新家的Party 然後叫我們過去這樣 我想說好吧 反正人多我覺得 我也會比較舒服一點 結果去他就好 就大概五六個女生在那邊 都是女生 然後很多都是我們做這一行的朋友這樣 然後一去 我去的時候已經快要 快要十一點左右 因為錄完影過去快十一點左右 然後他們就說要打麻將 結果我真的沒有提議跟他們打麻將 結果我就說OK好 那我先我躺著休息一下 你們打 結果那女生就那些 你說打麻將啊 然後喝酒啊 喝啤酒啊什麼什麼的 然後我已經在睡覺 然後各位朋友 等等 我忘記我睡多久 但是把我吵醒是一個電鈴的聲音 滴滴 然後我就打 我眼睛打開 然後全部人都倒 都倒在地上睡覺了 然後因為他們又喝了一點酒 所以那個電 我想說這又不是我叫我幹嘛來開門 所以我就已經死緊張了 我不想 不想睜開眼睛 結果那電還是 一直滴滴滴 我想說 好吧這樣之後有清醒 我就起來好了 然後就起來起來開門 然後眼睛也是瞇瞇的 然後打開 就一個女生 我說妳要找誰啊 那時候應該我就已經 一兩點左右了吧 那麼晚還在家裡 真是沒有禮貌 然後打說妳要找誰 然後就一個女生 然後妳事實上看起來不是很健康 那樣子臉白白的 然後她說她找到誰誰誰誰 我就回頭 欸我想是不是之前的屋主 因為我朋友剛搬過來 我說可能是之前屋主 我說欸她找誰誰誰 你們認識嗎 然後都沒有人回話 我就再喊一遍 都沒有人回話 女生說 喔好謝謝 她要走 然後我想說 喔 就門關起來 她想說 好渴我這樣找水喝 我就走著 我就到他們 找水到廚房去 廚房飲水機 我就倒水 然後想欸後陽台 因為她那個地方是靠近那個 一個山邊 所以那個後陽台風情蠻舒服的 就走到後陽台 後陽台打開 然後就喝水 喔覺得 終於在今天 就一切事情都落幕了 然後胃稍微比較好過一點 比較舒服了 我就喝那個水水 然後就這樣 欸就是我那朋友的家 他的後陽台就面對醫院 然後想說喔 對他有跟我講過 還跟我開玩笑說 如果出了什麼事情 要去醫院很方便 然後我就 然後繼續我就是看著 然後就看著欸 因為醫院他這個醫院就是 它有兩個建築物 中間有一個走廊 然後醫院的燈光都很明亮 那我就繼續喝水 然後繼續看 然後就看 那就看到那個走廊 有一個亮亮門牌 那一般的門牌都是寫手術室啊 或者是什麼出口啊 什麼之類 我就仔細看 我就哇 太平街 然後我想說喔 沒事沒事沒事 我就繼續喝水 然後不想 我不知道那時候是 我有點嚇到 所以我一方面我也是 停在那邊 然後想說喔 沒事沒事 就信義一直在默念 在歐彌陀文歐彌陀文 然後就喝水 結果後來我就看有一個人 就推著一個車子 就從太平街要進去 你知道 然後眼睛就是很忍不住 就會一直盯著那一部車子走 這樣 然後就盯著那車 然後就 因為風很舒服這樣吹吹 然後突然有陣風 就把那個 就放在椅子 就是在那部 那個病床上面 躺著的一個 看出來是一個什麼 然後用一個白布蓋起來 然後風一吹過來 那白布就翻過來 那我就看到 躺在那邊女生的鼻 我就大腳 就剛才知故事一頭 看到那女生的臉耶 我嚇到大就 怎麼就衝進去 然後就 一直哭這樣 你 你 就這樣 很恐怖耶 怎麼叫這樣 你沒事多看看我們節目 我們節目講的 你這個恐怖可多了咧 你看看我到現在在起雞皮疙瘩 沒事沒事 好來 亮者比較恐怖 還是叮人比較恐怖 一 二 誰舉圈 當然是 他 如果他覺得叮人比較恐怖 就舉圈 一二三 小鹿你覺得 我真不敢相信 真不恐怖 小鹿你的恐怖點非常低喔 小鹿新來的啦 小鹿新來的 小鹿所以就亂撞 小鹿新來的 小鹿新來的 因為亂撞所以亂 來請坐 謝謝 好的 謝謝 謝謝 好的 可怕了 沒想到這個也是鬼故事 沒關係 馬上補你這影片請看 唉唷 渡 有 有 很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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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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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有看到 人腿旁邊 試試看 好 好 啊 哎 那什麼東啊 哎呦 啊 啊 哎呦 哎呦 不會吧 這個頭啊 是蹲在這裡吧 天啊 看完領域影片 緊接著來聽聽故事的恐怖 說 這個故事是發生在 民國六十幾年的時候 那剛剛好這所大學他要擴建 當他在擴建的整個的過程當中宿舍一個一個拆 然後就拆的還剩下四棟宿舍的時候 剛剛好發生 跟現在一樣 通貨膨脹 政府沒有錢 就是說暫緩拆除 但是學生你還是你要住 好 本來剛剛開始什麼事都沒發生 只不過有一次一個很白目的他在那邊打籃球打到十點多鐘 那宿舍規定呢是從八點到九點半只提供熱水 那他打到十點鐘 那其他人通通都已經洗完了我們就那個待在宿舍抬槓 那這位老兄呢是打到十點來 回來他身上一身汗 那你熱水他又停了 他沒關系那我沖那個冷水 那冷水他就洗一洗 洗一洗的時候 他呢就是背那個背對著牆壁 那上面的水管 他洗完頭啊洗完身體背那個擦不到啊 那他就是這樣子擦 用那個肥皂這樣子擦一擦 因為夠不到 那突然他就發覺牆壁啊就有兩隻手伸出來 兩隻手伸出來 突然幫他擦背 這麼好心 他說奇怪了 他說哪一個人跟我開玩笑 你知道嗎 他就非常得意 你看有人幫我擦背 他說不知道是我哪一個朋友幫我擦 他很得意的 結果一想不對啊 他回過頭去一看 對不起 後面是牆壁 第二天他馬上跟學校申請 我要換那個宿舍 他說我要換那個宿舍 他換了那邊剛剛好三個人說 我也要換 聽到他這樣講 嚇到嚇到鑰匙 我也要換 那這個社間說好吧 那那一間給你 可是那一間打開來一看 就很久都沒有人住 那一間他住三個人 結果你知道發生一件什麼事 他們三個人住在那邊 經常早上起來 A睡到B的床 B睡到C的床 C睡到B的床 就說經常換來換去 那他們講大概是滾來滾去嘛 因為那個是通鋪那種 類似塔塔米的那種通鋪 就跟軍中的那種通鋪一樣 好他就不管 那三個也睡得非常習慣 一直到過年呢 兩個學生回那個家裡過年 那有一個香港的僑生 就是三個當中一個寶貝 他是香港僑生 但是他沒有錢回去 他就住在宿舍 他就住在宿舍 有一天他迷迷糊糊 他就發現 好像一個人要睡在他的身上 可是他眼睛睜開又沒什麼 他也不管 迷迷糊糊又來這樣 所以他就火大 他就乾脆電燈開開 我就看你來不來 他就睡的時候 他向上望 他剛剛好就在三角的地方 看到一個人一直對他笑 梁上面 梁上 他就講說那個人是誰 結果他就起來 他就摸摸看 沒有東西 他就不管他 他又睡覺 睡覺的時候 差不多他說 兩點多鐘的時候 他感覺到 他旁邊就有一個人 一直拉他的衣服 冬天 冬天 那又冷 他就一直拉他的衣服 他想說不對 然後第二天早上起來 你知道他睡在那邊 他就 又從西區睡到A區去 就好像被人家拖過去了 然後他是被動醒的 不是床是宿舍 宿舍 沒有沒有沒有 床 三個人睡的那種通過 他又換位置 他又換那個位置 他就想不對 大年初二的時候 他又發生這個事 到了大年初三 他實在受不了了 他就在那邊睡覺的時候 當那個人要那個 邋遢的時候 他用棒球棍一直打 打的是空的 空的時候他就突然看到上面 原來的地方一個人 一直對他笑 他就覺得不對了 然後當天晚上不睡 他就去問那個教官 教官 馬上把那個射箭找來 他說 誰叫你把這個房間 把它開通的 他說這個房間是 一律不准住人的 他說你為什麼你要這樣 他說他們 他們要求換嘛 那學校已經沒有宿舍了 好 然後罵那個 罵完的時候 教官跟他講 你們還是搬 搬回到原來的地方住 好 這個房間要那個封閉 差不多經過了半年 這個宿舍拆掉了 拆掉了以後 各位曉不曉得 在他床鋪底下 在他床鋪 睡的那個通鋪的底下 結果發現 床鋪底下 深埋了一個不可思議的秘密 廣告回來告訴你 差不多經過了半年 這個宿舍拆掉了 拆掉了以後 各位曉不曉得 在他床鋪底下 在他床鋪睡的那個通鋪的底下 結果發現 是一個中左的屍體 日本中左的屍體 中左的屍體那個刀怎麼樣 他那個已經變成了一堆白骨 但是他臉上 是有一個浮布 就是日本人 日本法師畫的一個浮布 這樣子鋪在他臉上 一把刀尖 就是血浮 那個五四刀的刀尖裡面 血浮點在他那個這個地方 然後呢 刀柄那邊又有一個浮 結果超渡完 日本法師怎麼講 他說還好 他說還好這把刀 是頂在他那個這裡 他說如果這把刀沒有的話 這個人會為壞 那個就是會那個 做出危害同學的事 而香港這位喬生呢 他知道這件事以後 他連忙從台灣轉學 他說他再也不想回到台灣 因為那一段經歷實在是太恐怖了 他是說他沒想到 他一年都睡在所謂的 一個 好 投票時間到了 有話哥講得比較恐怖的情舉圈 一 二 三 有話哥成功了 頒獎 謝謝 感謝 謝謝 這種贏的沒什麼好驕傲 真的 真的 有說鬼故事幹嘛 他在跟耶 不過我們每次都是 你來講鬼故事都贏 要打開看一下 好 打開看一下我們今天送你什麼禮物 厲害 還有一個刀餅 我的媽呀 邊尖泡堂體驗最好 邊尖那我不想住 他還滿厲害的 你們連這張照片都找得到 對 真厲害 好 謝謝 謝謝 好 你時間又到了 看到沒有 無限藍牙耳機一個 如果你在你 心目中的鬼 你把它畫出來之後 上傳到我們那個 還有我的媽的Facebook 你就有機會得到我手上這個 無限藍牙耳機 好 看到沒有 還有節目一開始就講了 不要忘記了 好 還有我的媽搞什麼鬼故事 好揚眼鬼故事大賽 請你拍你自己的講鬼故事的影片 在5月1號開始到5月31號上傳 自己講鬼故事的影片呢 到皮克邦 最大獎是 新台幣2萬 再是1萬再是5千 好不好 詳情請上皮克邦 今天禮拜一希望帶給你一個 陰森的禮拜一